你好,这里是昆仑流石书馆 欢迎你来到书馆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咱们闲言少叙呢 书为正文 直接咱们就回到这大清朝的大小金川前线 上文书咱们说到这精锐五省的清差大人乐清 到了这个金川前线 既然他能来到这个金川战场的前线 咱们就足以能看出来这大清朝廷 以及这乾隆皇帝对这场战争是多么的重视 因为这个乐清呢 他皇亲国戚不说 还是这朝中的第一重臣 有人说这重臣嘛 怎么能还能排第一第二呢 当然了 您看这乐清呢 他是军机处的首席大臣 也是这个内阁的首府大臣 并且呀是饱和殿大学士 我们知道啊 这个大学士都分几等 从这个协办大学士以上啊 他分这个东阁 文渊阁 五英殿 还有这个饱和殿大学士 等等等等吧 总之啊 这些个殿阁呀 哎 离皇越近 这大学士他就越值钱 这饱和殿 那离皇是最近呢 所以说这饱和殿大学士啊 是大学士里边的 哎 大学士 咱们再说呀 这乐清 到了金川前线以后 撸胳膊挽袖子 准备大展拳脚之前呢 咱们先得聊另外一个人 哎 有很多好朋友 这会儿肯定就好奇了 说那个能争能打 能够真正平定这大小金川的 岳中旗老君们 他来了没有 哎 来了 乾隆二年 那年啊 是1737年 这岳中旗啊 从天牢里放了出来 这还得感谢乾隆皇帝 因为这乾隆皇帝认为 先朝啊 也就是自己的爸爸 雍正皇帝 给这个岳中旗的罪啊 判中了 人家哪有那么大的罪鬼 并且呀 虽然那会儿啊 还没实施这个议罪银 但是可以一功啊 人家这岳中旗 在这个前线呀 是战功赫赫 再者说呢 按乾隆年说呀 这51岁的岳中旗 已经算是高龄了 乾隆皇帝 一朝人文地主 即便是从这个 连老西贫的角度上来看呢 也不应该跟这个岳中旗 死去白脸的较劲了 于是这岳中旗 戴罪就回到了四川的老家 他们家在哪啊 他们家呀 在四川成都郊外呀 一个叫百花坛的村子 有人说这岳中旗 以及他的父亲岳生龙 他们家呀 是世代呀 就居住于此 也有人说呀 不是 这岳中旗是因为 这货罪回乡以后 才选择了这么一个 安静的地方居住 不过据我看的 这岳中旗的故里呀 应该不在这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家的祖坟不在这 他们家祖坟在哪啊 在今天啊 彭山县境内 这会儿啊 是乾隆十三年 距离这个岳中旗啊 父贤回家呀 那已经十一年了 这会儿岳中旗啊 这已经是六十二岁的高龄了 那有人说 这老头身子骨怎么样啊 这老头啊 身子骨棒极了 那真是有一派的老精神的 并且这老军们呢 哎 虽然身在草炉 但是心向朝廷 还别说这金川之战了 自打这上下 针对之一开打呀 这老军们就天天睡不着觉 虽然啊 这战暴亭计 发不到这在家 父贤的老军们手中 但是啊 这岳中旗 他有另外的消息来源 因为在前线呀 有很多他们家的门生顾利 好家伙子呢 这岳中旗和他的爸爸岳生龙啊 父子两辈子四川提督 您想想现在四川这大小五官 那不都是人家家的人呢 哎 都是这个岳中旗 岳生龙的父子啊 为老军们 老长官 老将军 很多呀 现任的中级以上的四川将军们呢 那都是这岳中旗带出来的人 那可谓是啊 都围着老将军 马首是瞻 这些个孩子们呢 没少把前线的情况啊 在信里边 给这岳将军呢 介绍介绍 这老头着急啊 老头可不光是啊 从这个大小金川这开始着急 从这个上下战队之战呢 老头就开始着急了 他认为这朝廷啊 对待这帮啊 翻门之众啊 从政策上就有问题 哎 不能广脚啊 应该是恩威并治 这个剿灭和抚恤啊 应该是两条腿走路 当年啊 我读过二月和先生的这个乾隆皇帝 这个二月和啊 在他的书里也曾经分析过这事 这月中旗的想法是这样的 上来啊 先把冒间的吐司掐掉 狠治 恶治 平山灭债啊 让他王族灭了种 然后啊 那些实力特别弱的吐司啊 就让他改吐归流 干脆啊 把吐司这个绝威一消 给他这儿啊 就派了留官了 这地方从此以后就王化了 那么剩下最多的是什么呢 是有实力的吐司 但是啊 还心向朝廷 或者说呢 是干脆就惧怕朝廷的威仪 也不敢闹事 也不敢造反 并且呢 自己有一定的实力 若是这朝廷啊 在外边有别的争端 战端了 还能派兵协助朝廷去平叛 这个掐两头 围中间的办法啊 现在看来是很科学的 不过呢 朝廷可不愿意这样做 朝廷有他的难处 还是那句话 这第一条最重要的 就是这翻性反复 哎 这个翻人呢 他这个翻脸呢 比翻书快多了 你不知道什么脾气 今天呀 跟你好着呢 明天呀 可能就反了你了 这块地方啊 就割据自重了 所以说啊 这有情一代的皇帝们呢 哎 提起这帮翻子来 那都是啊 翻性反复 所以呢 就要想一个主意啊 是永绝后患 对喽 就是那个乾隆皇帝啊 总挂在嘴边上的句话 叫一劳永逸吗 虽然啊 永远没实现过 再来您看了吗 这个体系啊 这闹事的是少的 哎 柔弱的是少的 中间力量是多了 它就像一个走壶的形状 那么谁又谁有着本事 来控制这个走壶 中间这个大肚呢 那么能控制这群翻蛮的人 在朝廷看来啊 比这群翻蛮还可怕 万一你要是借助这帮翻蛮的实力 您反了 可怎么办啊 西南独把一方 好家伙子嘞 您成了这个四川王了 朝廷拿泥也没拙呀 而且呀 这个乾隆皇帝琢磨了 这个活尤其不能让月中齐来干 本来呀 就是月非的后人在民间的威望就高 并且呀 父子两辈子经营四川 在这四川军中啊 威望更高 这种人呢 再有本事 再心向朝廷 可是用着你心里不舒服 即便你再有本事 皇上也觉得你呀 是卧榻之边最大的隐患 哎 用不了啊 我干脆还不如不用呢 这乾隆十三年呢 这乾隆皇帝重新取动月中旗 那真是没辙的 这皇上觉得 张广四那是自己人 并且当年平定苗疆之乱的时候 三下五除二 这帮苗子就给打服了 可是怎么遇上这帮帆子之后 这张广四在前线呢 昏招贫出 这蠢的呀 像一头猪 这乾隆皇帝安排在这前线的密探 忽不上书 班帝呀 就给这皇帝这么密做过 这张广四啊 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每天早上起来呀 就是开这个军事会议 这会议上也讨论不出来什么对敌方略 子武尹某 哎 于是啊 这张广四就开始啊 点着名 挨着个儿都骂街 骂谁呀 骂自个儿守起这帮将官呢 骂的是什么呀 哎 这乾隆皇帝想知道 其实我也想知道 可是这班帝说了 我呀 给您小不了 我想想都脸红 为什么给您说这事啊 您就想想吧 这前线的这士族也好啊 这偏将副将也好 还有那帮土官们 能和这张广四一个心吗 我们凭什么爱戴你 听从你的号令啊 就凭这每天早上一起来 先听你一顿臭骂吗 拉倒吧 咱们都抱胳膊跟忍了 咱们看着热闹啊 在后头呢 您瞧 这主将张广四首先说呀 他就失了军心了 不但如此啊 在这月中旗身上啊 这乾隆十三年重新起伏月中旗的时候 这张广四还亏着心呢 他听说这朝廷啊 要启用这月中旗月老军门 他竟然给这乾隆皇帝 偷偷摸摸的写了一封密哲 他在这个密哲当中启奏到 他说这个月中旗 虽将门之子 不免浮夸之气 喜独断自用 错误不肯寻改 闻贼景 则忙无所措 色力内人 言大才书 然而 久在荣行 遇事丰生 颇有见解 以为大将军 则难胜任 若用为提阵 上书五元中啊 不可多得者 且闻大金川所信服 诚如训于 人帝相依 遵旨 将一调赴军营 令其赶赴党霸 军营统领 监管 措死假一路 您瞧见了吗 这张广四啊 要能打的好仗 那真是怪了 他的心思 全用在这儿了 他说月中旗啊 虽然是这个将文之子 但是整天是浮夸夸 不懂军事 而且呀 这做事比较的武断 不听别人的意见 但是他必定 在这部队里 混的时间长 给我这顾问顾问呢 还可以 做大将军呢 哎 真不行 那书中代言 这月中旗 在这个张广四的嘴里 为什么大将军 做不行呢 哎 因为他是大将军 这月中旗 又做了大将军 把他往哪放啊 下边一句话呀 那就恶毒了 他说呀 且闻大金川所信服 他这是不忘提醒 这乾隆皇帝呀 这月中旗 和这大金川的 吐司沙罗奔呢 他们早就认识 话里话外的意思是说呀 您可得防着点 这保不齐会出什么事 所以说这月中旗 还没到前线呢 臣就给他想了一个好位置 干脆呀 让他上党罢 在那儿啊 有一支清军归他同龄 并且那还有一支吐司兵 就是这个 哎 吐司加吐司 也归他同龄 乾隆皇帝 接到这封秘址之后啊 哎 新了话说了 我早就知道啊 你这心里是容不下月中旗的 所以说呀 你别以为你能给朕写秘址 这秘奏的权利呀 月中旗啊 他也有哎 朕是用人不移 宜人不用 其实在这之前 乾隆十三年的三月 这乾隆皇帝 启用月中旗军门的移址啊 就已经下到了成都百花坛 月中旗的家里 先呢 这个收月中旗 总兵险 没过几天 那乾隆皇帝 又刷下一道旨意 改收这个月中旗啊 为四川提督 皇上觉得呀 总兵这个险啊 他小了 那这个总兵跟提督 有什么区别呢 我给您简单的说说吧 虽然说呀 这个回答呀 他不是很完善 但是大概其就是这个意思 这总兵啊 他只管绿营兵 哎 这个四川提督呢 可以提掉这个八旗兵 不过有一点呢 我得跟您交代清楚了 这个提督八旗兵啊 在四川没有什么用 因为当年的四川 也没有什么八旗兵 并且呢 这个乾隆皇帝 对这个月中旗啊 还有一个天大的恩赏 那是在这个清代军中啊 最大的荣誉 什么呀 赏孔雀花灵 您别以为 这皇上一上朝啊 这朝廷里边 哎 文东武西 脑袋后边 一片花灵 其实您说的呀 那是晚清 在这乾隆年间 这会儿啊 就只有有军功的人 还得是天大的军功 才能赏赐花灵 您听说过 镇海侯 施朗吗 好家活在里 化海争南啊 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帮着这个康熙皇帝 把台湾都打下来了 战争结束以后 这康熙皇帝 这康熙皇帝大师隆恩 封施朗为镇海侯 这施朗啊 给朝廷就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呢 那可不是谢恩的折子 这施朗跟朝廷说 这镇海侯 我可以不要 还请这个皇帝赏我 这个孔雀花灵一围 当然了 这康熙皇帝 哪能那么不懂事啊 后来啊 这镇海侯 施朗 这爵位也保住了 这花灵呢 也插上了 所以说啊 由此可见的 您就知道 这花灵在清代 军人心目当中的地位 并且呀 刚才咱不是说了吗 这越中旗军们呢 也得到了 乾隆皇帝的密奏权 也就是说张广四 你告我呀 我也能够告你 在华人眼里 咱俩呀 是平等的 虽然在军前呢 我得听你的提调 那么张广四 越中旗 这将帅二人 到底能不能 尿到一个湖里去呢 并且啊 这朝廷 还给他们派来了 一位婆婆 谁呀 就是上人书 咱们提到的那个 钦差大臣呢 乐钦 您可别忘了 这里边啊 在背后 还有一位皇上派来的密探呢 对喽 护不上书班地 所以说呀 算了算呀 搓一堆这大清朝 一半以上的高人呢 都在金川前线 热闹去了 您呢 接着往下听吧 我给您讲故事的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点赞 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咱们呀 明儿见 那 咱们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